Hello,大家好,我是Calvin,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当你想要拒绝某人的邀请或者是邀约的时候 你只会说No, thank you 这样的一个很直接的拒绝方式吗? 那今天要和你分享五个委婉拒绝他人的说法 I'm good 追一下这里并不是说我很好 如果说某人给你提供一些服务或是询问 你想要委婉的拒绝他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I'm good 那从字面上来看也表示说 我现在这样子很好 或是我现在这样子很OK 所以就不用了 比如说 Would you like a cup of coffee? 你要一杯咖啡吗? Oh, I'm good 不用了 OK, number two I'm afraid, I can't 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办到 追一下这个表达既正式又很委婉 那有时候呢我们在书面语中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片语 那注意一下它跟I'm sorry很像 但是两者又有一定的区别 I'm afraid, I can't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 然后I'm sorry呢 更多的可能就是你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抱歉 比如说 I'm afraid, I can't go to the movies with you tonight 很抱歉,我今晚上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去看电影 Because I have to do my homework 因为我要做家庭作妖 OK,第三个 I'm not interested 从字面上来看也就是说 我不感兴趣 是很直接,很了当的一种拒绝方式 比如说你在马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广告或是推销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直接的拒绝对方 你可以说 I'm not interested 比如说 Would you please help me fill out this form? 你能帮我填写一下这个表格吗? I'm sorry, I'm not interested 很抱歉,我不感兴趣 OK, number four I'll get back to you 我之后再回复你 这里呢其实就是暂时性的拒绝 当你一时没有办法给到别人很准确的回答 或者说你需要时间去思考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片语 比如说 Let's go to the barbecue tomorrow 让我们明天去烧烤吧 Let me think about it I'll get back to you 让我再想一想 之后再回复你哦 OK, the last one I already have plans 从字面上来看也就是说 我已经有计划了 所以不能答应你的要求 这样的一个拒绝 既直接也有故事礼貌 当然啦 如果说你没有计划 你也可以这样去拒绝对方 比如说 Jenny asked her bestie to go traveling with her Jenny呢要她的好闺蜜跟她一起去旅游 But she said she already had plans 但是她说她已经有计划了 好的,那这样子有没有搞清楚呢? 欢迎大家在下面的频道去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帮我点赞转发哦 小文明和福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订阅或是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Calvin 这里是IT文教室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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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